大家好,我是Stan 称外包专辑制作公司的老板 安森宇是真代表 背叛培养自己的所属公司代表的5050 目前陷入了几乎会毁掉娱乐圈生命的状态 而那么信任的安森宇代表 就跟洋葱一样 剥开一层就会出现新的一层 丑闻连绵不断 今天又有媒体独家爆料了新的真相 今天韩国媒体独家报道指控了安森宇的学历造假 目前在安森宇的简介 显示他毕业于韩国中央大学金银管理系 但根据记者的采访 中央大学金银管理系的毕业生名单中 找不到安森宇的名字 而中央大学也表示 有查询过学校的所有数据库 但并未在金银学院毕业生名单中 查到安森宇的名字 然后除了学历造假疑惑之外 媒体也指控了履历造假 目前安森宇主张 自己从2020年开始 在Pyund Music工作了三年四个月 但Pyund Music今天却表示 公司是2021年才成立的 三年四个月是谎言 他只是以顾问身份 签订了八个月的合约 而对于安森宇的学历履历造假报道 一开始回应正在确认中的安森宇 不久后对媒体表示 在学历履历相关的内容中 发现到了错误的部分 对造成的困扰表示抱歉 将会进行更正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可可可 发现了一个历代级骗子 每次有争议回复都是不小心做错的 你连履历都是别人写的吗 不都是自己写的 真的很傻眼 啊出错了 马上更正 你以为学历造假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吗 在职场生活中学到的一点就是 总喜欢自己吹 炫耀自己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的家伙当中 没有一个正常的人 只要一有机会 就自夸自己做了什么的人 一点信任也没有 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默默的抢夺别人的东西生活着 现在自己的人生一天一天的被剥刊 安曾宇现在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真的很好奇海外反应 他们之前还说 韩国需要给他们奖状 现在他们会怎么想呢 我们听歌吧 接下来的消息是 根据皮肚的当地时间24号公布的榜单预购中 旁摊琼舞的Seven在Hot版排行中登上了冠军 这世纪队友起名的Like Crazy后 K-pop solo歌手第二次在该榜单上登上一位的记录 而根据皮肚的表示 琼舞也是皮肚的史上第68位 一进榜单就登上一位的艺人 我们来看一下 不是网友 而是韩国音乐评论家们的反应 Seven是在K-pop传统风格上 稍稍偏离的流行电子舞曲音乐 同时具有听起来非常舒适 但又不失力量跟能量的歌曲 这是一首与琼舞时尚的声色相配的 轻快精致的夏日流行曲 符合当前美国市场趋势的歌曲 串流数据跟MV观看次数非常亮眼 话题性本身也非常惊人 完全爆发了琼舞作为流行歌手的潜力 以个人进行活动时 要获得与团体一样的受欢迎程度 是非常困难的 但琼舞完美的成功了 这个团体在个人活动的准备上 做得非常好 我们再往上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视频道